北京时间11月1日,昨天对开拓者的比赛,大魔王周琪再次失去了德帅的信任,只有最后57秒,他才得到了登场机会。 果然就在今天,更严酷的问题降临,在接受国内权威媒体采访时,周琪亲自承认,自己又一次被球队下放了,根据国内媒体腾讯体育等的专访爆料,周琪将会再一次被火箭下放到巴展联盟的独学队,希望他在那里打比赛并且寻找状态。 就着这个消息曝光后,周琪自己也发了一条微博,他写道,希望自己保持住积极向上的心态吧,看来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了,周琪就一次被球队下榜,而且这次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如果说短短57秒就能看出一个球员的状态,那也有点太可笑了。 况且在昨天的比赛里,周琪的发挥也不比哈尔腾是太阴差,只能说德安东尼对火箭的佣人有自己的看法,在内线大面积伤病,还拒绝执行克里斯合同选项的情况下,在下放周琪,那火箭也就看皇家哈尔腾两个内线能用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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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是不是 城堂的阳差异?